一邊演奏樂器 一邊還配上整齊畫一的舞蹈 演出這首風靡全球的Sing Sing Sing 這群穿著高中制服的學生們 不是別人 正是來自日本 被稱為橘色惡魔的 京都局高校催咒部學生 在下榻的圓山飯店快閃表演 精湛演出也將在我國國慶前線 高好愛戴玩88位學生受邀來台 參加國慶演出 民眾如果想搶先看 10月7號下午2點到5點 他們會在總統府國慶大會預演 還有9號下午3點到5點 局高校 北一女跟小明女中 也會在兩廳院前交流 為了要讓台灣民眾看到最好的表演 局高校生做足準備 前一天晚上就冒雨 在總統府前預演 不能看出來這次對國慶表演的重視 隔天還到北一女參訪 雙方都搬出絕活 京都局高校示範踢退 北一女則是搬出耍槍跟拋槍表演交流 還製作專屬小卡片 準備小禮物送給日本好朋友 剛出在聯繫的時候 其實這個校方有一點猶豫說 這是一個什麼活動 因為他們也不太清楚 後來他們去了解之後才發現說 原來這是台灣一個非常重要的 國家的一個慶典 所以他們非常的驚訝 總統也不忘送上台灣特色的小禮物 除了必喝的珍珠奶茶 還有古早味蛋糕 要感謝這群來自日本的貴客 也期待他們在國慶上 用橘色惡魔的魅力 讓國際耳目一新 TVB 新聞樓利雄韋佳琪 台北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在臨上